大家都把它當成HAB 就是Half Edge的Bloom 實際上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那我就會在其中探討這一點 我們認為是說 葉光童是解決了 這個植物性浮游生物 HAB 植物性浮游生物它有個Bloom的地方 它是吃它就把這個Bloom解決掉 那它大概過了三四天就不見了 那怎麼去我不知道 所以說現在只能夠抱歉 用一點時間我們去把它考慮 仿花它是一個 仿花是一個異蟲 我講異蟲和派蟲這東西 都是五人的觀點 我比較愛講生態系的自然的現象 自然的現象 是 我看賈教授講 它也是一個生態的群化 我也是想說它應該就像 候鳥一樣 它每年這個季節過來 然後它來個季節 該來就來 該死就走 我覺得這個就是這邊的一個自然現象 我們去談到 如果我今天一直在介紹 我說它越來越嚴重 那天我聽了就看起來蠻傷心的 完全沒有數據 它講說 藍眼淚 麻糬的身材在那裡 那講重的話就不符合 對 假如我今年看到 譬如說 明天看到量不發 那可以說 我們一直長期知道 越來越糟糕 現在沒有任何的自然 而且我們觀察 它就是有時候出現是短暫的 就是 它短暫的 它短暫的 它可能 一陣風向 就不見 就不見了 對 所以它可能就是生態的一部分 它如果是汙染的話 它應該是 如果能夠持續的存在 如果說任何環境的變化 我相信那個 到那個程度以後 不用監測 你會感覺到 對 你譬如說 你一定會有那個 譬如說 你一定會有臭水溝度 你一定會大量死亡的性 對 像那些東西 我騙不了 可是我覺得 我們 麻糬是個寶地 我是覺得說 我們還是要愛護它 然後我們 其實我覺得 做 研究以後 你就會發覺說 你就理直氣壯 對人家講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寫篇 國際期盤的答案 出來以後 然後呢 接著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到底 因為來怎麼來 我們考清楚了 可是去怎麼去 我們還考不清楚 就是說 下面的實驗 我們可能就是要 把這個 到底它是自己死掉的呢 還是被吃掉的 這件事我們要考清楚 那我們會做 我們還會繼續做觀察實驗 好 感谢观看